確診多11宗新冠肺炎 累計病例達到1000宗 衛生防護中心說 新增的個案雖然有下降 但市民不應該鬆懈 另外下星期一開始 從美國和所有歐洲國家大降的人 必須在亞洲博覽館等候新冠病毒檢測結果 才可以離開 新增患者年齡介乎19至59歲 其中10人有外遊記錄 一半人去過英國 其餘分別到過美國和日本 一個到過美國的患者 也去過古巴和秘魯 一宗沒有外遊的個案 29歲女患者曾經到過酒吧 她男朋友之前已經確診 確診的個案持續回落 是否代表疫情已經受控呢 衛生防護中心說 復活節假期 不少市民未有遵從政府的呼籲留在家 仍然不可以掉以輕心 是否真的可以斷倒呢 我想那個機會就不是那麼大 都看到社區上的市民好像都多了去街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另外當局安排符合條件的隔離人士 留在檢疫中心10天之後 可以回家完成餘下4天的檢疫 已經有37人離開檢疫中心 他們屬於密切接觸者 會向他們進行醫學監察28天 我們香港一直都採取14天的 就沒有改動的 所以才會說其實10天 就可能已經大部分的個案 已經會出現 之後4天就可能剩下那些 有些個別的個案 可能14天以後都有 可能100個可能有一個都是這樣的 但是都是平衡了究竟你做得多少 還有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 再有27人康復出院 累計有335個患者已經康復 而在治療方面 醫管局給30個病人試用瑞德西偉 有個位數字的病人已經出院 由於人數少未能反映弱的效力 醫管局又形容抗疫是持久戰 會研究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重開部分的非緊急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郭詠欣報導